一大早上来逛超市 来一大饺子皮 来几个大虾 再拿两个果酱 最后再来一碗韭菜 订货了吗 订货了吗 订货了 看我买的啥 拿住了 对啊 上车饺子必须得吃上 今天咱俩包 咱俩不是下午的车吗 绝对赶上 中午吃就行 那你手帮我打包 完了还有这里面 给你带的衬衫 还有运衣服的东西 都给你带来了 造型的香蕉 这些就是昨天 我们两个熟出来的行李 回家又给我小妹拿了个帽子 然后拿了个小仙裤 拿了一个熨烫机 我这还拿了把雨伞 这是网友朋友给我的建议 说那边下雨 带一把 反正也不沾地 今天这个饺子 还是韭菜鸡蛋加虾仁的 鸡蛋店里有是吧 嗯 没买 买的精品韭菜 上次买的不是精品的 很难洗的 这次着急呀 已经蛮好的 上次包的饺子 隔下来就告示了 今天咱俩收不上你坐公交车 走呗 咱爸上龙井了 上伙去了 然后大城市 好像也有火 以后问他来不来 来的话就一起吃点饺子 完了他不忙送来咱俩 要是忙的话 咱俩不自己走 反正也赶上去吧 嗯 姐夫啊 我姐问你来不来吃饺子 你来几点走 中午 中午几点呢 我送你来啊 1点43的车 1点43的车 那他1点出发就赶他 嗯 那你来吃饺子吗 中午吧 嗯 先把酒再拌一拌 先放油 这样不容易出水 上次就没走牛的 我每次包饺子的时候 平衡区做预度比较大 想我放13香 说自己应该放 真的就是我们个人口 我特别喜欢13香这个味 我们有一次不放了 大家发现后吃 只有每次都放 哈哈哈 放鸡蛋 虾仁 再来点油 我这是手有 最后再来点盐 现在这种不料不 我们的桥 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是最难煲的 它的馅特别松 肉馅的比较好煲 完了我们鸡俩最爱吃的还是醋馅 馅打的少吧还不好吃 馅打多还漏 这会还太难了 饺子已经煲完了 我算了一下 一袋瓶总共能包45个 来的挺准时啊 带个快递来的吧 这个快递啊 这个快递啊 是谁辣我说的呢 翘翘可能带了 我朋友 那我拿了一个小干货 小光明啊 这是真猛还是什么猛啊 网上还有这个 真的 嗯 看小羊 你哥们讲的话 完了漏了 一包露今天 早上切的都开始忙 没洗头吧 嗯 又没洗头 哎 这锅饺子行 最后一锅 看他就没漏 饺子也像样 吃饭啊 有事 不管了 他先走 安脸上吃了啊 我教你 你看这个人 带扫子 都带虾 今天没有哥哥肉败 这个有 看这个漏了 那锅漏了 那锅我们放煮了 哎呀 脚皮不行 你看看 嗯 味道还是不 上次讲的有了 上次没拉了吗 我带了两盒放进 不对 有热干面 倒那个鼠 哎呀 姐夫 你再拉完一会没了 嘿嘿 你怎么回事啊 这等那一口呢 不是呀 那不停洗杯 中一种了 教理的就这样 那可不至于 额外的开心 不是吧 嗯 我几个走了 我不开心 看人家我一走的 三家开心 你得多烦人吧 你就想想 呵呵呵 这我欠人了 也有没有 丑了点 没看我都在这 寻闷了 然后再寻闷了 这开口的 先吃开口的 你也去那 吃什么开口的呀 一顿就倒了了 你发现剩不了 吃饱饱的 我第一次他吃开口 我好吃了吗 开口的饱子 两口真厉害 刚才也开口了 阿兰你就吃外的呢 我也吃外的 二次伤害 那不就直接喝了吗 喝不了 怎么喝不了 今天这皮包 哪里包 先帮你帅 来来来 你先帅 我今天吃着 很烫的味 好吃 好香肉了 好香肉 给你教育吧 爸爸教育 真的吗 嗯